他不懂啊 我在全世界 接触我的人 都很欢喜 乐于跟我往来 看到我的身体 发誓 你怎么保养呢 我说我喝 不要开水 得到这么好的身体 我不喝一切饮料 饮料里的化学成分 我吃东西呢 青菜豆腐 很简单 而且一天吃一餐 省事嘛 吃的量也很少 完全消化了 身心地 清净 一尘不染 外面这一些事物 不会烦我的心 我不看电视 我不看报纸 我不看杂志 我不听新闻 人家问我 今天怎么样啊 天下太平 没事啊 我过太平盛世啊 那你们一看电视 一看报纸 不得了天下大乱的 那你们的精神负担 太重了 所以你问我 什么都不知道 问我今天是 几月几号 不知道 我不带手表 没有时间 现在几点钟 我不知道 到哪里去呢 别人替我安排 我说听人百步 一切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你说这个日子 过得多快乐 一切放下了 一切都不缺乏 你这个多自在 所以 把对于一切人事 无控制的念头 放掉 那是自导苦 把对于一切人事 无的占有 要放下 这是苦难的根源 是你生死的根本 你能把这个放掉 了生死 出三截了 你所有一切苦恼 从根拔掉 把你的 我们佛家讲 业障 罪障 连根拔出 你才得自在快乐 先要认识 先要了解 然后自己下定决心 拔掉 可是这样子 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的时候 我们的生气 其实不是为了自己 那生气是因为 看不惯别人做的事情 比方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欺负别人呢 你不应该这样做 你怎么可以骗别人呢 你不应该这样做 我们生气是在这个点上 那再加上法师刚刚讲的 我们要痛下决心的 去把自己的这个行为举止 修正 然后真正的要把这些道理读通 可是毕竟我们大家都是生活在俗世当中 我们还是要靠自己的能力去 赚钱养家 我们还是必须要跟这个社会有一些竞争 当然我们尽量能够做 可是像法师刚刚所说的 这一切的修为 对于活在 就是说俗世当中的人来讲 是非常困难的 你怎么可能抛弃一遍